花蓮上午9點多傳出了巨大爆炸聲響 聲音之大 民眾家中的毛小孩嚇得逃竄 不少民眾也被巨響嚇得往外逃 對此空軍司令部回應表示 這是F-16戰機進行超音速式飛鎖產生的儀保 一聲巨響 家中毛小孩嚇了一大跳 趕緊起身就想跑 另外一個監視器也清楚 陸下瞬間爆炸聲響 不少民眾當下也都被嚇得往外逃 花蓮縣29號上午9點多 驚傳巨大爆炸聲響 音量大道 花蓮市 吉安湘 新城湘 以及秀林湘等地區都有民眾聽到 就連寵物在家中都被嚇得四處逃竄 平均大概一年一兩次而已 其實很少 驚人的爆炸聲響到底從何而來 不少人以為是地震 也有人猜是飛機聲 而對此空軍司令部也證實 花蓮基地進行F-16戰機超音速是非 戰機音爆聲音過大 驚擾附近民眾聲表歉意 而先前剛有地震再加上兩岸關係敏感 難怪突如其來的巨響也讓平時見怪不怪的花蓮人感覺有些緊張 記得陳靜夜黃蓮報道